12月19号凌晨5点多 苍南县乔敦派出所民警林贤伟 跳入冰冷的衡阳之江 成功救起了一名轻生女子 仅仅两个小时后 她又赶到了分水关高速口设卡 成功抓获了四名犯罪嫌疑人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忙碌的民警 12月19号凌晨5点13分 苍南县乔敦派出所接到110指令 有人要跳河轻声 出警民警林贤伟带领辅警火速赶到现场 经过寻找 在乔敦镇政府路一侧廊桥下的低岸边 发现了站着的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见民警到来 立即扑通一声 跳进了衡阳之江 林贤伟没有多想 随即也跳入水中 仅仅抓住了这名女子的手臂 我还有所里的两名父亲红字 就手拉手 搭起了这个个子手拉手 在水中把它这样一点一点的 往前拉过来这样子 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它救上岸 当时天还没亮 四下无人 如果没有民警林贤伟和协警队员 谢茂恒许克联手失救 后果不堪设想 几个人将落水女子带回派出所 进行安抚劝慰 并联系了其家属 20号上午 落水女子的家属来到乔敦派出所 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幸亏有了警察 到西边就感谢乔敦派出所的警察 非常感谢他们 把落水女子救上岸后 大家才感到身上的彻骨寒冷 刚刚换下身上湿透的衣服鞋袜 7点17分 林贤伟又接到现局指令 有多名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 从盘安走高速往温州方向逃窜 需要立即赶往分水关高速口 设卡拦截 林贤伟顾不上疲惫 又火速带队赶赴分水关 我连5号子都没上次就赶过去了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是中号车把他们给拦截住了 还有车上的4名犯罪嫌疑人员 同时也查获了 在盘安市区被盗窃的20多部手机 记者杨芳红编辑报道